大家好 我是分析师张志诚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各位投资人台北股市在今天 我想 本来预期性的从美股那边来的反弹 应该大家也感受得到 但是到了最后 整个盘是压回了 剩下大概就涨45点 其实从今天早上的一个成交量 一开始就已经 开盘的时候量就已经不是很大 然后市场 我相信大家看到 就说在今天整个几乎从早上 一直到中午到后面 几乎都是台积链 红海主要是带着这个盘 我必须要说 我想这个大盘 为什么我在上个礼拜给大家一个思考 一个关键 是到底经过了这样子急速性的下压以后 我们如果说还要保持一个马上很悲观的角度 这样子是对 还是不对 这是第一个重点 那就算是你对行情很悲观好了 在悲观的行情 它也会有个反弹 是吧 那怎么样去把这个反弹的方向给抓出来 这是关键 那再来第二个重点 那你不管 在悲观的行情 如果说到最后的结果 你分析了国际股市 分析了台湾的这些相关的各股的产业结构 以后发现到说 并不应该这么悲观 那么变成台股抓一个 不管你是觉得很不好 或者是什么时候 想要看好的人 想要抓一个反攻的一个转折点 那是不是这个反弹的关键就很重要 所以我的节目很清楚的跟大家强调 如何去抓这反弹的关键 好 各位我再强调一次 我们不要再跟大家一直强调说 当时我们高点什么古典技术 教大家 怎么样去抓那个所谓的古典技术当中的 叫做高点量 人价背离的状况 那很快的 你一抓到那个点 你不用很辛苦的从前面就在那边一直 两万两千多 就一直拆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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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大盘什么拆到高点 不需要 但是我当时教大家的古典技术 一抓台积电也好 大盘也好 美国那些科技公司一抓就这么清楚 后来我教大家重要的策略 一直到后来台积电下沙下来了 到7月22号那一天 我再跟大家强调 你就算短线看到谁的美股反弹台积电 你知道上面压力在哪里 因为突然这样子下压了台积电 各位我鼓硬的没有那么大 关于台积电朋友都知道 台积电对我来讲 我从来不会把它当成是我张志诚所谓操作的绩效 因为台积电这种公司 有很多投资人加入我赖也问我 但大部分我都强调一句 因为大部分我的朋友都问我一个重点 台积电要如何报 我相信大部分投资人 你看台积电你想的事情也是这个事 但是我要告诉你 我认为台积电就好像你就算你现在马上加入我的LINE 就好像你前天加入LINE 问我问题问台积电的朋友 我讲的一定都一模一样 我告诉你的东西一定一模一样 我认为台积电不是报的问题 那是操作的问题 什么叫操作的问题 各位投资人 因为你知道这个时间点 台积电的基本面 就算过了从7月22号一直到今天 7月29了 我问大家 台积电是基本面的问题吗 基本面任何人讲第三季 讲法说讲甚何事情都是绝对是好 但是你们要不要报的理由 不就是架构在于认为后面的基本面很好的问题吗 但有没有人告诉你 就算后面基本面很好 你如果从当时 在宣布下一季本很好之前 知道说股价现在跌下来了 很多人都很会说一句 那因为当时涨多了 那既然知道大家知道当时涨多 为什么没人敢告诉你台积电在这个地方 这是古典技术 它就是背离 它就是应该要下压 尤其当天 为什么我一直拿这一天给大家看 因为当天台积电 它玩补缺口的时候 市场全部一片都是90% 认为台积电法说过后要飙 结果呢 我的看法不是这样子 如果台积电后面要飙 那为什么这个大盘 在当时我这一个7月16号当天的大盘 跟台积电涨得不一样 所以我在当时什么判断 古典技术交给大家 它要下来 如果你早就知道台积电为什么一千多 直接掉到这边来 我问各位 不要跟我讲那差很少 那差距绝对不会是少 很多投资人 你只是因为不了解这个方法而已 这叫做操作 操作的重点是在于 就算是台积电产业的方向 产业未来成长方向 包含未来苹果新的iPhone发表的方向 所有的一切证据都是大家都讲一句 没有人会怀疑 现在没有外资赶出台积电基本面有问题 对吧 可是在这对的方向当中 难道你不能够透过操作 把这整整将近 有没有快两百块 应该有吧 我在那七二十二而已 有没有快两百块 那如果这个省掉两百块 一张二十万不会省的朋友 你未来就算反弹起来 你觉得你还 你知道怎么省吗 还是反弹起来 你就觉得一片开始光明往上冲了 好 讲台积电你会觉得说 那是台积电嘛 那抨击台湾的股票 好那我们看各位来看 我七二十六号 我分析的回答 这回答是全世界全美国 大家都在看中了 对吧 我们讲大一点的 可不可以 那如果我回答都能够抓到重点 那台积电跟大家所预告的事情 你们就要尊重了 你跟说台积电也许我只是刚刚好 台湾的分析师偏面看到 但是呢 七二十六我当时告诉大家 台股虽然两天没有开盘 没错 回答是没有完补缺口 后来压下来 我找到报告了 但是股价在一天是时间的转折 很抱歉我当天我这一点 我当时你这个人这样子 我写错的内容 我会公开的告诉大家 他并不是在一天 是在一天以后又隔一天 抱歉 这是我写错的 因为我当时算的时候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 我算错日子了 第十三天时间嘛 对不对 所以我当时才跟大家强调说 会很巧的 刚好 因为回答跟美财务怀法在后面 可是大家市场在看中的 微软 脸书 比较最近觉得财色不错的 正好都压在月底 刚好又跟回答 你说脸书跟微软 是回答的 是不是相关的客户 应该是吧 所以你回答到底未来 看到八月多那时候财报或者 财报过去了 你未来财色可不可以看到重点 你一定是先从脸书 或者微软看到重点 是吧 所以回答有没有股价 可以领先反应 那就必须从脸书跟微软 怎么反应 他如果可以反应他客户的现状 自然股价 大家知道未来怎么表现 那事实上我上一个礼拜 确实我这一天 我张志诚 我公开的告诉大家 没关系 一天时间我算错 没关系 但实际上也还没到时间转折 所以短线只要再一天 就是明天 今天晚上 那没有破这个长下影线 就有机会 在五日均线做打底了 各位投资人 所以你看到今天大盘 感觉上 好像一开始开高高 后来压下来 只有升到涨45点 它还是有涨 是什么原因来的 是不是回答来的 你有了回答 你才会有 知道 台股 后续有没有办法 快速的反攻 所以台股反对观念 第一个看的是谁 回答 那我先跟大家预告 本周要快速站上十字线 不然台积电就很难站过十字线 我这样提醒大家 够不够 那为什么本周快速站上十字线 因为我在今天并不是找盘 我是在很尾盘的时候 跟大家印的这个内容 整体的成交量只有多少 今天到最后 39921 所以为什么快速站上十字线 因为你不快速站上十字线的话 那整个成交量 那市场跟不上这个量的时候 那各位 这个盘 你以后反攻的关键 我现在讲的是反攻的关键 先看谁 我再强调一次 看我节目的朋友 第一个你要记住 回答嘛 第二个就是 台股 可不可以赶快站上十字线的关键了吗 第三个台股可以站上十字线的时候 就是看到台积电 可不可以有这个表现的时候了吗 如果这些事情 在近期 美国财报 比较重量级的 因为到最后只有8月 都只有剩下回答而已 其他的都已经公告过了 那回答这段时间 有没有理性反应他那些客户的状况 你们看得到股价 对不对 台积电有没有反应 讲真的台积电 我刚刚讲了很多次了 大家在所有的一些分析也听腻了 这边没问题啊 但事实上 有很多人就这么一波而已 台积电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对不对 但我要告诉各位 有的时候股票市场 并不是 永远你的一个想法就是 我当时没有卖 我一直报 一直报一直报 就越赚越多 我们承认曾经台积电有一大段时间 只要你没有卖 一直报一直报 是越赚越多 像房地产 我们也必须承认 在某一个时间段当中 只要时间狂染可能比较长 对吧 很多有经历过房地产的投资朋友 应该都知道 房地产是永远只会涨 不会下跌吗 时间不同了而已嘛 对不对 我们必须承认 有的人常常会想 我早知道 那时候我买那间那个房子 如果不卖掉的话 现在多赚多少 没有早知道的 就只是在某一个时间段 大家的做法不一样而已 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 那个方向 方向只要是对的 你只要做法 把它提前 把它加强 你的获利就会轻松 就好像说 我这段时间 我跟大家报告的最多 最多次的个股 应该就是安国了 为什么我报告安国 报告最多次 因为安国在 我 7月15号提出来过后 7月17号 又涨停板的时候 7月19号连续的下跌 几乎差点把我本来 第一支 获利的涨停板 快要给吃掉 然后那一天 我讲说这个幅度不是很大 所以很多股票 纵使我看到大盘要回党 也不用都丢掉 那我几天前跟大家报告 我的粉丝提问我的问题 我就直接回答这个内容 我也公开给大家看 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件事情 我要告诉许多投资人 你要了解 大盘的方向我抓到 可是不代表 我一定要全部做的 都是你们所想的样子 才叫做赚大钱 才叫获利轻松 后来你如果当时觉得 那一天安国应该要卖掉的朋友 那反而隔一天 我去买进再加买安国 或者再买安国回来的时候 再拉上去赚了 一直到7月29号 安国今天拉高的时候 我是不是当时在我的这一个公开的YouTube当中 我告诉大家 各位我再念一次 我在7月19号当天 我那时候我的YouTube 我公开的告诉有人问我 安国我所表达的是 有一天自然大家会看到我的获利 我说的非常非常的清楚 我没有讲什么股价 但是各位 这一段时间 有人跟我一样 每一天每一天跟你报告安国吗 我今天告诉大家 我们的节目下午时间 不是在盘中的 可以给各位看 为什么我当时印在这里 为什么我这么急着 之前先讲的 因为今天台股经反弹 资因会轮动 先涨的安国 市价获利卖出 资因等低买通知的其他股票 那什么原因呢 因为神盾 神盾的部分 7月26 晚上图案之间 优先布局限定风中 暂缓日本IP厂股份交换 我问大家 对一家整个集团 想要往IP上游去走的公司 突然之间 说他暂缓日本IP厂股份 就算你完全不了解 稍微有点了解的朋友 你也会对这样的事情 有一些疑欲 所以我认为 大部分投资人 不了解了 神盾忽然撤回 日本公司 购病案的这种事情 市场性会影响 所以操作就是 先获利卖出再说 但是先获利卖出再说 今天虽然最后 神盾跟安国都跌停板 但是我告诉各位 神盾撤回 与日本IP厂股份的交换 是有原因的 那跟安国前几天 所做的一些事情 是有关系性的 所以呢 整个产业的方向 有没有在对的方向上面 我认为还是有 只是唯一差别的是 我能够带着我的客户 很清楚的判断 什么时候应该要卖 什么时候不应该要卖 为什么 我说我自然会获利 我有没有做到给大家看 有 这个就是我告诉 许多投资人 你一定要学会的 一种方法之一 那个不是只有说 今天看一看 或是讲一讲 然后怎么样 就能做得了的 各位你知道吗 我今天早上为了 为了一个安国 为了一个神盾 要在那边带着客户 在那边盘中 盘中有多重要 你盘中你有些股票 突然间波动很大的时候 到底是要杀不杀 要卖不卖 到底要怎么做 现在这种行情 随时每天的震荡 点数这么多 各位投资人 请问你把你自己手上的 持股的资金完全丢一边 完全不管它 你当成那些资金 那个没什么大不了 一天差个几十万 无所谓 那我不能说什么 但如果你在意 你说盘中重不重要 我安国从我到尾跟大家报告的 我相信许多投资人 你觉得看得到我的决心 跟我的用心 可是实际上真的要感受到 我细心程度 细腻程度的 今天早上一整天 会看得到的 这是我的客户 甚至呢 好 讲到这里 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了 我们等一下回来 我来跟大家讲更多 能源的公司怎么看 因为能源的公司 我前几天 在上礼拜 我们去前天百分百 非凡的节目邀访 特别请我 跟大家聊一聊 电力的概念的内容 我特别说了 为什么云报能源 我认为还没有跌完 今天有没有验证 我特别说了 不是云报能源 有些长太多的 都不是我考虑之列 为什么我眼光 只有看到勇为或大雅 原因在哪里 等一下告诉大家 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谢谢 我先跟大家说 我张志诚 依然还是看好 AI上游 能源相关的稀缺性的概念股 还有包含机器人 一些极端性的公司 我跟大家讲这些话 是因为很多投资人 你在看着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你不要只有去看到 所谓的涨停板 就好像你在看其他人的节目 我觉得也是一样 因为你真的要讲涨停 跌停 太多公司 每天都有这些表现 但你真的要想的是 你自己到底 能够在股票市场 能够赚到是什么钱 涨停之前 如何能够真正赚得到 在下跌之前 能够稍微避开一些 或者稍微避开一个过程 哪怕是 过去我一直教大家 古典技术 从七月份一直教各位的 高点 所谓背离的事情 你不管鸿海台积电 不管我所报告机器人的个股 不管我所报告的能源哪些公司 只要你能够避开一些 其实就算今天 来各位 我再举个例子 永威 我从七月九号当时 就跟大家报告 我认为这样的公司 市场大家当时都在热 七月九号 是不是都在热云豹能源 我告诉各位 都在热那些股票 但是呢 我跟大家说 没关系 我们股票没有像 那喷涨停板 无所谓 但有跌 没有涨了 你才有机会进场 对吧 后来呢 攻上去 冲涨停了 后来呢 在创高以后 隔一天 七月十五号 我告诉各位 我教大家逻辑方法 代表需要休息 一直回档 回档 回档到七月二十三号 我还是告诉大家 因为当时休息的时候 就有懂得获利了 所以下跌的时候 才能够分析 你不怕分析它 因为你随时有机会 可以再怎么买低一点 因为你省掉一大段了 我 受邀到前年百分百 跟大家分析 勇威头控 大雅 宏德能源 云豹能源的时候 我上礼拜五 晚上有没有公开跟大家说 云豹能源 我认为 我认为 真的要得讲 主持人有问我 我说得要哪 真的很难说明 但我的经验 我只能说 可能第二季财报公布了 才是会利空出境 按是这样子 应该给大家很了解 包含 当时很多人也在想 相关的一些 以前大家熟悉的能源的公司 那我也特别跟大家强调 如果持有华城的朋友 你要有心理准备 华城 再来 你从第一季的EPS去看 再从第二季的EPS去看 大家都觉得 这些公司都好厉害的感觉 本力比得超级高 超强 可是你等第二季财报 要出来之前 为什么 它到这个时间点 突然之间 感觉上好像有大形态 快要出现 被跌破的样子 那我不能说 它一定会跌破 但是我总跟各位强调 涨到今天这个位置来 如果持有人要心理准备 如果跌破形态 它就大修正波 这是华城 那最后呢 各位你可以相比 你不要跟那些高价公司比 虽然今天 永威 我跟大家分享 我认为我还是觉得 可以抓到相关的 这些大资金的 法人的成本 很贴近 那虽然今天 它还是下跌 可是 这真的跟最高云报能源 或者华城一些能源股 完全不一样的 各位你感受得出来吗 好 那这就跟什么 来市场上 我相信今天 讲到机器人 我们不要去讲 那机器人 跌停板的 之前涨了很多 罗生索罗门 大家在那边高点 在那边晃啊晃的 我早就说了 那些不是我的重点吧 核当 我们从特斯大开始嘛 对不对 后来拉上去 27.5个百分点 先买 有卖 才能够把握 回来买更多 7.26 孤独的红黑棒 我告诉大家 在快速回挡过后 量能是很萎缩的 来今天7.29 快速回这均线以后 各位要不要守护戴户 我先跟大家讲 马斯克在之前不久 强调很清楚 他希望特斯大 被认定叫AI公司 他还强调 2025年 其实是可以提供 人型机器人 跟其他公司 但是他放缓一点 他想做得更好 那我问各位 如果讲到这些 相关特斯大以后的人型机器人 目前最有形状的 就是他 那 与核大一起合资公司 当时核大跟特斯大 这么亲密的战友 盟利 我一再强调 当时我提出来的时候 很多人都想 老师你盟利掌停板不敢讲 不是不敢讲 我没有我的客户友 我就不会说 那不是我的风格 我宁愿有好的机会 等到了 我会等到的 7.26 有没有持续等到 接近那条线 来今天 各位 再强调 如果产业方向是对的 有时股价接近好的点位 你就要坚定 你会等得到 还有包含 那今天最后你先告诉大家 陆金片代工金 新闻消息很多 对不对 我上周预告的 我说威胜 我让各位强调一下 上周法人 明显在买超 你们只要以他们成本为支撑 如果投资一个中国智慧 金片上额的机会 以后有没有机会浮现 有没有机会浮现 好吧 我们明天再继续跟大家报告好了 有时候跌的时候 反而要找一些新的 一些方向跟机会 好 好 投资路上我们一起同行 故事立我 欢迎大家加入 我们明天再会 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